Hello 大家好 X20 美国生活365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修复车库门随机的关闭又重新打开的故障 车库门大多数个时间它都能够关闭 好好的 但随机车库门完全关闭后 它会自动的打开 这让我很紧张又担心 在车库门没有完全关闭之前 我不敢放心的离开 所以今天我终于解决了车库门随机关闭又打开的问题 那么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车库门随机关闭又打开是随机发生的 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随机发生的故障就解决起来 比较难 关车库门关车库十次 二十次甚至几十次都可能工作得好好的 但有可能就有一次车库门就关到最后又打开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反复的试验每次都录像 然后再看看有什么逆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反复的开车库门 反复的关车库门 你看都好好的工作 没问题 正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这一次我抓住了 看到了吗 哦 这一次 它就 回过头来了 那么好不容易 我这很多次以后呢 这一次终于抓住这个 拍下来 显然这个车库门底下没有障碍物 它不应该能够返回 你看 这是我当时的录像子 它又回过头来了 那么 我们看 我就反复放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车库门关闭时 返回 当然第一排除的故障原因 就是车库门的安全的传感器 那么保证这个安全传感器工作 如果传感器的灯是绿色的 说明这个传感器呢 它没有故障 然后我们再看另一个传感器 如果是橘色的 这个传感器也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遮挡一下 模拟门下有障碍物 那个车库门呢 在关闭的时候 我应该返回 也没问题 那么你能看出来 手如果要挡住了以后呢 这个绿色的灯 它会改变颜色 所以这个为安全设置的传感器 工作良好 没有问题 我用回过头看 滑缩和车库门量 比较一下 工作的和不工作两种情况的区别 并且看 我终于看出细微的差别 右边显示的是正常工作的情况 当滑栓滑到结束时 有个把恨鬼往上推的动作 左边的这个图像是有问题的情况的图像 滑栓滑到这个接近终点的时候 没有把恨鬼往上推的动作 好像是推了推没推动 然后就返回了 这说明遇到了较大的阻力 马达不能把恨鬼往上推动 就返回了 这是车库门马达设计的 如果遇到较大的阻力 就返回 从而保护了马达 不会被烧毁 你看 我们再仔细地看 这个图像是没有往上推的动作 而这个呢 我们看到了往上推的动作 所以你看往上推 这说明这个梁龟和墙的这个接点呢 这个端点太低 那么梁龟与地面的距离太低 造成了车库门热和连杆挤压 对车库马达造成较大的阻力 那么我们从这个轨道留下的磨损痕迹 我们也证实了这种太极的判断 那么解决挤压的方法就有了 不是稍微的调高这个梁龟和墙的连接点 或者稍微的降低车库的拉杆 降低拉杆距离可以通过拉杆的落实孔换位来实现 但是拉杆换位呢往往调整太大 最起码呢要超过两个英寸 像这种情况只是微小的调节 还是稍微的移动一下这个梁龟和墙的连接点最佳 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稍微调高梁龟和墙的连接点 非常的容易首先把防脱落的这个环取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连接棒就是连接这个梁龟和墙的这个连接点的连接棒取出来 那么我们从图像可以看出梁龟的这个连接孔和墙的这个连接孔是错开的 显然这个梁龟的这个连接孔高于墙连接孔大约三分之一英寸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墙的这个连接点卸下来稍微的调高一下 然后我们再重新的拧上螺丝 然后我们再重新的拧上螺丝 比较容易能够拧进去 然后再把螺丝拧好 如果凝落势的时候滑动 那么我们可以用斧头稍微敲两下 然后再拧就比较容易进去 最后再把这个防脱落的环重新上上 然后我们可以加点运滑的这种液体 可以买一些运滑膏 Grease或者是Vaseline 以减少摩擦阻力 这样可以让马达工作的时候 轻松一点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试 那么反复试几次 你会发现车库的噪音也小了很多 然后清理掉多余的运滑剂 反复试验了很多次以后 这个车库门关闭时 随时又打开的毛病 就这样没花一分钱 就解决了 最后不要忘记测试安全传感器 遇到障碍 车库门需要返回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里的视频 请订阅本频道 点赞和转发 以便鼓励我们制作更多的节目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